不就借一点破钱 你能不能至于吗 范剑 你怎么了 兄弟 我求求你借我一点钱吧 最近我妈生病住院 继续用钱 我真的走头路了呀 你先别挤 支付宝到账 二十万元 谢谢你贪质 我一定尽快还给你 诶 这谁呀 喂 范剑 我最近有点困难 诶 有什么困难 跟兄弟说说 我最近公司有点周转不开 你看你那二十万能不能先 嗨 不就二十万吗 行 我下周证据还你 好吧 那好吧 哥们儿我上周刚提的新车 哇 天哪可真有钱 嗨 小意思 这跑车就是不一样 一个字 天哪真是不同方向 什么时候带我们也耍耍 嗨 这都不算事 今晚走起 哇 哥们儿先去谈点事 兄弟 不带你这样的 给点面子 范剑 是你说下周还我钱的 我也真的是困难啊 我看你都有钱买跑车了 我这不是也刚交完首付吗 更没钱了 不然要讲信用 我知道 我有钱不早给你了吗 哎呀 我尽快 谢谢小剑剑 就知道小剑剑对我最好了 那是自然 范剑 你怎么也在这 怎么又是你 阴魂不散 说你找啥是不是 天天跟踪我有意思吗 不就见一点破钱 你那么至于吗 不是 范剑 当初是你求着我借钱 怎么现在反倒像我欠的钱一样 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啊 兄弟没得做 拿这张卡给我滚 这一年早 欠战了什么时候都成了大爷 老子让你尝尝什么叫孙子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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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臭脑还挺容易 糟糕扣的 弄死了 喂 喂 准备 借我点钱吧 我现在不是追债子 你是半斤啊 好久不联系啊 先别整这些虚的 他借我点钱吧 喂 喂 信号怎么不好啊 喂 我 哎 才知 你是 那个天知 我借来先前 说只顾三天时间 要不然他们就帮我 哦 半件啊 你才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我不敢拿来对你 你知道我 大爷 错错了 没什么大爷 我是分子 这就你就帮帮我吧 看着 在这儿等着吧 看总 他还在门口候着 让他滚吧 让他说没钱 不是 我们看总让你别等了 回去吧 我说过 会让你尝尝什么叫孙子